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射众维侯 古人如何以射官德 今天我们如何从流传数千年的射箭礼仪中体悟先人的智慧 清华大学教授彭林 中国射箭队前总教练徐开才 曾17次打破射箭世界纪录的运动员李淑兰 及国际友人做客文明之旅 为您讲述弓箭中的中国智慧 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文明之旅 在中国古代的乡间流行着一种被称作乡舍礼的射箭比赛 它的礼仪制度被完整地记录在了仪礼当中的乡舍礼中 有人会问乡舍礼不就是一种设计的体育比赛吗 它和礼仪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的确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乡舍礼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礼仪 它又体现了中国古人怎样的智慧 今天我们请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彭林教授 请他为我们解读一下弓箭当中的中国智慧 掌声有请彭林 你好 彭林老师 请不要坐 关于射箭可能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略知一二 但是可能很少有人有机会去正儿八经地去射箭 因为在中国的这个古书当中 无论是后裔射日还是说这个百步撑阳的故事 包括后来的一些诗句 一代天骄成姬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 看来这个射箭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在旧时期时代像新时期时代过渡 中间有一个比较短的叫中时期时代 又叫细时期时代 那么在这个时期人类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弓箭 作为冷兵器时代的致命武器 弓箭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神话时代 后裔射日的传说已家喻户晓 中国古代的弓箭强调体能与心智的和谐发展 弓箭的构造是一个整体 不可以拆开 国际上称作裸弓或光弓 与现代比赛用的弓箭不同 没有瞄准器平衡器等一系列辅助设施 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中 专闻有工人为工的文章 对制弓技术做了详细介绍 把杆 脚 金 胶 丝 漆 合成六材 融为一体而制成 你比方说古代怎么选猪猴呢 这是笔射箭 诸猴的猴这个字 下面大家看就是一个狮 一支箭 射众为猴 一凭什么当猴呢 猴实际上就相当于 最早的时候相当于一个部落 或者部落联盟的首领 你有什么资格来当猴 那就是大家比射箭 那么在孔子教学生 我们都知道也叫六亿 这个礼 乐 舍 玉 书 树 对 舍就是世界 古代这个天子 它下面有六个箱 这个箱是一个行政区画 是一个行政区画 这个我们今天一讲到箱 就讲到箱间 想到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其实古代恰恰相反 因为天子王级那一代有六个箱 诸侯只有三个箱 这个箱它是比相当我们今天叫省 它下面才是州 箱 州 党 族 旅 彼 一共有大概六成行政区画 那么古代香舍礼 叫叫香舍礼 实际上它是在乡下面的州 州的学校叫旭 我们今天有的人写了一本书 我们给他写个旭 就那个旭 古代是一个学校的名称 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 举行的一个比赛 为什么呢 就古代的学制是三年 三年结束了 要从自己的学校里面选出 这个一种是德行特别高的 一种是才艺特别好的 这样的人选出来之后 向国家推荐 供国家选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举行一个射箭的比赛 这个射箭比赛 它有实际上也是一种教育的形式 里面充满了礼 所以我们把它叫相射 那孔子教的这个射 他是亲自教学生们去射箭吗 他这个射的内涵是什么 这个很有意思 现在这几年我看到 学术界有戏人 研究孔子的军事思想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孔子是讲仁爱的 他反对不义之战的 他怎么会去教人去打仗 你怎么去把人家给消灭了 他肯定是看到这种射 其实这种射和我们今天理解的那种射 它是完全不同 它是通过射这样一种形式 让你来体悟一种内外兼修的一个道 因为大家既然都很喜欢 那么我们就都来射 但是我把这东西慢慢改造了 我给他输入了一种人文的一种内涵 那么你在射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体悟一个人 内外兼修 这个人有正确的这种竞争的行为 不恶搞不恶斗 怎么正确对待对手 怎么正确对待胜负 那么就是说在古代 射箭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教育 那可以理解成那个时候的青壮男子 人人都会射箭 那当然 我们这个书上讲得很清楚 这个家里面如果生了一个男孩了 这个家长马上 这个史书上讲 叫做桑胡彭氏六 拿那个桑木做的弓 另外拿那个彭氏做的这个箭 六支射天地四方 表示这个男孩子将来是有志于 这个大事 传统的弓箭与现代弓箭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体现了何种差异 国际上就裸弓 咱们叫桑木 有什么也没有 古人如何拉弓射箭 国家射箭队前总教练徐开才 现场讲解射箭的要点和内涵 两个轴饰品 两个箭饰品 两个脚饰品 关键是行用品 今天我们现场呢 请来了一位中国射箭队的前任的总教练 也是一位在中国的射箭业 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一位前辈 徐开才先生 欢迎你 我们也特别荣幸地请到了 徐开才先生的夫人 也是一位著名的国际射箭冠军 李树兰女士 欢迎您 好的 那我们先请您的学生 给我们现场示范一下 好 大家看看这鞋是怎么上的 我这种上弦方式适合熟练的人才能这么用 如果不熟练容易把弓弄坏 大家看这个弓是不是跟你们印象当中的弓不太一样 有两个是吧 这像什么 像汉字弓箭里的弓看到了吗 那么拉弓是什么样了 我需要先带一下工具 扳子 扳子 防止弓箭 它也不理事 这个扳子是用路角做的 徐开才先生您用话筒给我们现场讲解一下 我吧 500年开始学 一直到 就是到多少年以前吧 都是现代工 大家看奥运会那个 它这个工不是这样 它是有好多 有建台 有建车店 有瞄准器 有文静器 它有一套的东西 当年设理工 基本上就是一载重 国际上叫裸工 咱们叫光武 就什么也没有 和那个不一样 那个是可以拆开 这个就是一张蒸汽的工 好的 请您的学生 现场我们演示一下 摄像你小心点 你看 它拿开一火棒 它这个两个轴是平的 两个箭是平 两个脚是平的 你关键是心要平 这是满宫的状态 满宫的状态 就这样 拉宫如满月 满月 像这样一个满宫 大概能射出去 射程有多少米呢 就关键看着 工的重量有多少 越重的工射得越远 对 工要重 剑要轻 那射得很远 那射个四五百米 没问题 四五百米 大家听到了吗 那就是说 古代这个摆布穿扬 并不是传说 并不是什么异想的 不是 古代那个宫布 因为他做事打仗 他穿甲能力特别强 射得特别远 因为咱古代打仗 不叫一箭之地吗 是不是 咱不能进入 这个激烈的射程之内 我暗影杂战 我要他射不着我 以比赛武力为主的射箭 是如何与礼乐教化 完美地揉为一体 演变成为射礼 我们这个射箭的目的呢 就是不是说 要比谁的力气大 设立中的礼仪 体现在哪些地方 射箭是切磋射意 所以我每个地方 都很尊重你 中国古代 相射离的广泛传播 对周边国家 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不管是韩国的跆拳道 日本的这个相托 蒙古是摔跤 我们在比赛之前 都要互相行李 今天我们的话题 是从这个相射礼 聊起来的 我想问一下彭丽先生 这个相射礼 相刚才您解释了 射也解释了 这个礼 相射当中 有什么样的礼仪呢 相射礼呢 是把所有的选手 分成两队 然后呢 两个两个上去比赛 那么所有的环节里面 它这个设计 都是要尊重对方 比方咱们两个一组 这一组呢 我们古代叫一偶 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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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个人叫上射 一个人叫下射 然后轮到我们了 我们两个人一起到那边 架子上去拿剑 取这个剑 每一个人四肢 那么我们呢 取剑之前 一定要互相牵浪的 请 说你先请 一定我们要把礼 要表达到 然后把剑拿好 拿好以后呢 然后我们一起 要往这个 射剑比赛的 那个台上面去 那么走的以前也要 你请 那时候你请 那究竟谁先走呢 上射先走 但是不能说这样 自说自话就走了 一定要考虑到 这个 你的这个对手啊 或者是伙伴 摄友 他的存在 那么到了台阶前面 两人还有 所以论语里面讲 这君子无所争 这君子他很坦荡的 他有什么好争的呢 那么如果一定要说 君子也争的话 那就是这个射剑比赛 因为要分胜负的 输了要喝罚酒的 这个时候要拿出 浑身的这个本事 要出来比的 比也设乎 那么即使这样一种竞争 也是一浪而生 要做一 要牵浪 每一个环节上 好 我先上 上去以后 我不是一个人 就走到位置上去 我在台阶上等你 等齐了 咱们再一起 走再到那个地方 所以他在所有的环节上 要体现出一种 不是好勇斗痕 四肢发达脑袋 简单的人的那种比赛 而是一种很高雅的 很有教养的人 互相在比 可以理解为一种 谦谦君子的交流 那当然 所以你注意了没有 凡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 不管是韩国的跆拳道 日本的相扑 或者是剑道 柔道 蒙古是帅交 我们在比赛之前 都要互相行李的 然后比完了 大家还要行李 你看这西方的是吧 十个人往跑道上一站 谁也不看谁 所以我们中国人 就是这个比赛 是一种切磋技艺 不是说我要把你打下去 把你踩下去 我要怎么你 不是这样的 是咱们来比方射箭 是切磋射异 那你是我一个学习的一个伙伴 所以我每个地方都很尊重你 我懂得 哪怕是我们上一个台阶 我们都很有礼貌 你看金庸的小说里面 我把你打趴下了 我还要一定说 试镜 不礼貌了 金庸怎么把你打趴下了 当时是无奈 或者要沉浪 你大概今天没发挥好 很谦虚 就知道天外有天 这个比赛的偶然性很大的 你赢了 我们本来把东西一愣 睡在地上了 好像不可一世了 那下次你输了 你也很难堪的 那个人也这样 很刺激你的 所以咱们的这个叫宠辱不惊的 这个不光是输还是赢 咱们都很平静 这次你看那个李纳赢了 一开始睡下去了 但是后来出来非常的低调 大家说李纳成熟了 那您刚才讲的这一点 我突然发现就是 是不是从这点上 这是东西方竞技体育的一个 本质的一个区别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讲 一个人身心得才 一定要同时发展 是个和谐的发展 那么西方呢 它比较讲那种竞技 这个它有一个传统 就是原来这个奥林匹克 是这个古希腊的一个比赛 那么古希腊那个时候呢 它有两个特点 一个就是说它有宗教性 我们都知道 最早的奥林区比赛是在神庙下面 神庙在山上 然后下面大家比赛 因为他们是有这个拿宗教来治国的 所以它的灵魂呢 是交给神庙里的神在管 它的灵魂跟肉体是分离的 它是管住你的灵魂 那我只要把肉体管好就行了 所以它特别强调身体的健美 速度 力量 甚至最早的时候 那个奥运会是裸体的 这神啊 你看看我把身体弄得多么的好啊 你看那个时候 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也是那样 强调肌肉 所以这个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它有一个神灵 有一个宗教在 第二个呢 那个时候它是一个城邦制的国家 城邦邻里互相打 所以最早这个奥林匹克比赛叫五项运动 什么扔标枪啊 这个铁饼啊 赛跑啊 它都是一种军事体育 它这两个特点 所以它到后来这个奥运精神叫更高 更快 更强 它主要体现在一个人的体能上 那么中国的这个射箭呢 它原来是一个也是一个军事体育比赛 大家都喜欢 楚国有一个叫杨佑基 非常有名的神社 他跟一个人比赛把七肤铠甲都是拿皮革做的 七肤铠甲绑在一起 他一接射过去能把七肤铠甲都灌透了 所以刚才徐老师讲的这个以前那个人的弓我们甚至都打不开的 那个力量特别特别大 古代它也很注重你在军事上你这个箭射出去有多大的杀伤力 那么一箭就把那个人要翻倒 其实古代它也有这样一些因素 但是后来儒家就把这样一个东西把它进行了改造 我们这个射箭的目的呢 就是不是说要比谁的力气大 所以孔子讲射不足皮 不足皮 这个皮是指 皮是那个靶子 以前那个靶子都是拿熊皮啊 什么这个这种兽皮做的 那么不是比我能射这个我的力量有多大 能射穿多少张皮 为力不同科 为什么我们这个射这东西不要去比这个东西呢 因为有些东西是不可比的 能力力有不同的科 就是好像有不同的等级 像我这样的人你让我去要去射穿七伏铠甲 我这一辈子不要想了 我看我们在座的大概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能力的 这个它不可比 那么可比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你出生之后 你后天的道德 你的身心的和谐的程度 这些东西是可比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射的时候呢 一方面我们要借它的形式 我们要去射 同时呢 我们就加上了很多 很多东西 就是要反思啊 要把一些东西内化等等的 中国传统的射理如何善待对手 如何提高完善自身 如果失败了 没有关系 都从自己身上走 为什么射箭还要演奏规定的乐曲 你一个没有教养的人 那实际你听不懂 你射中了都不说 射箭的精髓是什么 心正不正 外体值不值 这个东西我拿得牢不牢 然后才能延世 刚才您讲到了说这个射不煮皮 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个胜负 在古代的相设理当中 并不是最重要的 不 它也要射中 但是呢 中国的相设理啊 它非常有意思 就是它这个一个场地 它有一个规范 另外这个射道 就是从我站在这里 站的地方都有一个画了一个十字形 空心的十字形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 两个人各站一个 那么这射道有三个等级 一个等级是98弓的长度 这样倒过去 倒90次 还有一种是78弓 还有一种是58弓 外国叫重量级 轻量级 次轻量级 我们对这东西 而且有裁判 有教练 有一套这个即胜负的方法 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体育比赛 您刚才想起一偶啊 上射下射这两个人 他们两个的水平应当被鉴定为差不多吧 当然 如果一个很高 一个很差 那就没有比头了 还没比就已经决定胜负了 这个没有一个竞争 没有一个可观性 所以他在挑选配这个偶的时候 一定是两个人的水平非常接近 那么就是说一偶当中胜出者 在与其他偶的胜出者在比 都是两队 两排 两排人数是相等的 两个两个上去比 每个人上去射四字箭 然后下去 然后第二个下来 再射四字箭 最后呢算总数 它是团队比赛 对啊 相射是没有个人在的 没有没有 这是两个队 两个队 仅仅就这样是 这个好像难度不太大 但是它很有讲究 我经常举到一个例子 我们清朝有一个大学者 叫阮元 他是前家时期的学书阶的号称叫三斗 泰山北斗 那晚年他出他论文集 叫阎京史集 今天我们读这个书的时候很感慨 因为一打开他自己有一个前言 他说他小的时候念书 他母亲呢就是拿这个射箭来打比方 他说孩子啊 为学好比就是为射 那道理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个射箭要怎么样才能射得重呢 我这里稍微比划一下 这个人站上去 这靶子在那一面 但是一开头站上去 脸是朝这一边 朝这边以后 然后把头扭过去 瞄准靶子 这个时候这个人的气要下沉 我们经常讲不能心扶气躁 那个气你都扶到喉咙这里了 你射不了的 所以这个气要下沉 然后拿剑举起来对着那个靶子的时候 目标要专注 就是看那个心无旁 的心要非常近非常近 这眼光目光要非常专注 所以我觉得可以给一个镜头 这李老师你看 他那个目光啊 他几十年下来 他的目光跟我们所有人不一样 他非他是定的 目光如炬 还不光是如炬 你一看他那个非常沉浸 没有一丝一毫 这种砸起砸吧的东西 几十年他都 这个眼光跟普通人都不一样 然后用力要筋谋 你不能有十分力气 用三分力气 用五分力气 发而不重 反求诸己 不愿胜己者 现在 我一箭射出去了 可是没有射中 那怎么办 然后怪 你在那里刚才动了 影响我集中了 这裁判不公 今天风怎么这么大 那幕布摆的 这个靶子摆的不好 那不行 为什么不重呢 我反过来 刚才 他是要求站在那里的时候 内智要正 刚才徐教练说的很恶的 很精辟的 一个人的心智要正 因为他这是讲做能 这个为设好比要做事业 做能都是一样的 心正不正 外体值不值 这个东西我拿得牢不牢 然后才能颜色 颜色它会跟我们做一个事业一样 你试一只剑 就好比是我们做一个事业 然后我们气要沉 用力要筋谋 现在经常有学生讲 老师 现在跟年代不一样了 那又活太多 又活太多 你是目标不专注 你必须要知道 你要什么 然后才知道 你不要什么 那么心无旁骛 用心 全身的力气 去做一件事 如果失败了 没有关系 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所以他这里面是有道的 不到人家身上找原因 力得正己 力乐相合 发而不重 反求诸己 要想射中目标 首先要心平体正 要求射手在体位 雅跃神遂的过程中 调整心智和形体 做到内外和谐 如果没有射中失败了 也不要怪别人 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射礼是体力 心力与德性的较量 礼是进退怡荣的艺术 射礼既保留了 射的果敢勇猛 又体现了中国 礼仪之帮的 偏偏君子风范 另外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分成两堆以后 他要射三轮 古代一轮叫一番 三番五次那个番 第一番射是教练做示范 大家跟着 然后宣布规则等等 第二番射是正式的论 大家要逼 第三番射不得了 在旁边乐队 他咒诗经 和着乐声来射箭 他那个诗经 咒的水平非常高 他有那个鼓 那么你要 踏着那个古典去射 不是乱射 你一个没有教养的人 有时间你听不懂 那拍子你对音乐 你连感觉都没有 你射中了都不算 那这还有一个中间 旁边有一个官 有一个这样一个监督的一个官 来看他是不是才能点一下 因为在那个靶子那个地方 比方说这是靶子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弯曲的一个瓶 有一个人躲在里面 看这个叫阀 挺危险的 它是在靠偏的地方 这个键射到这里阀了 没有力了 就是很远了 让他看 这个是不是按照点子射中 如果射中了 他才算数 那就像现在说 比如四分之三拍 一二三 就是一二三 一二三 就按着点来设是吗 这个要求很高的 这个太难了 所以你这修养不到的话 你这是一个995夫 你到这个场面 你无所措手足 那说到这儿 我想问一下李淑岚老师 在您这么多年的射箭生涯当中 比如说现在看到一个选手 他在射箭 从他拿箭 从他的目光 从他的姿势 以及最后射出箭的那个状态 您大概能判断出 这个人的性格吗 可以 因为这一个 看这个运动员射得好不好 与他的性格怎么样 从他一开始举弓 就可以看得出来 您大概射箭有多少年的时间 我从61年开始射箭 射箭对您的性格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那性格应该是很沉稳 从我们运动员来讲 他有两种性格 一个是比赛型的 一个是训练型的 有的运动员训练的水平很高 但是到比赛的时候呢 往往思心杂念比较多吧 他反应不出来 他平常训练的水平 有的运动员呢 可能训练水平不是怎么很高 但一到比赛呢 往往比他训练水平还要好 属于发挥性的 所以咱们这个有两种性格 我是属于发挥性的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能够猜到 他们夫妇二人合在一起 一共有多少次打破世界纪录吗 李老师您给我们公布一下 我是包括团体吧 我是一共加起来 17次打破世界纪录 徐开财先生呢 徐开财先生多少次打破 徐开财先生 他一共是两次 两次 所以李索兰呢 比赛 大家为什么影响这么大 63年在行运会比赛 最后一直见 打一个十环破世界纪录 打不了就不行 那时候水平低啊 那时候就需要这个世界纪录 他最后就打了个世界纪录 你说压力太大了 太大了 那个几只要两秒全是 其实那个时候 他已经对走位 包括对技术 已经没有什么了 好像他 这个世界好像不是他一样 这个得到这种程度才行 所以我有时候 给咱们全国的民运论员说 你们要学习 学习啊 就和驴跳龙门一样 你掌握了这个知识 你就跳个龙门 你是个神仙了 我就成了一个 你不然你还是跳驴 还是跳驴 我觉得徐老师这个想法 是非常好 现在我们这乡舍礼传到韩国之后 很受欢迎啊 我有一年到南韩去 看他们这个古代的书 有的人就写一篇富 乡舍礼富 赞美这个乡舍礼 那么有的呢 就是他写的文章 说是在韩国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这民风非常彪悍 后来就朝廷啊 经常把一些世代夫啊 就扁啊 扁到这个地方去 就这些人到那里呢 就传播文化 在那推行乡舍礼 还有后来有一些官员到那里 一看大词一经啊 一个这么偏远的地方 一个民风 那么彪悍的地方 这个文风啊 非常盛 就是乡舍礼 推动了这个社会风气的转变 今天这个韩国 有二三十万公道爱好者 我有一年去韩国 让我非常吃惊 这个邀请我去的朋友呢 早晨叫我起来上山去散步 这个首尔边上有一座山 叫白云山 我们上去 一上去我看到 有很多人在那里排座射箭 一看就知道不是运动员 多大岁数的人 有大概四五十岁 哎呀都排好 在那里射 哎呀我一看 它是一个亭子 上面写着白云亭 我再跑到亭子里看 哎呦这个墙上都写着 礼记射义 仪礼里面有一篇叫香舍礼 礼记有一篇专门讲 这个射的意义是什么 都写在墙上 后来他那个负责人出来了 给我一个手册 很小的手册 一开头打开来 就是练功八法 哎呀那话全是礼记里面 都是汉语是吗 都是汉字 都是汉字 因为你翻成那个 他都读不懂 哎呀我当时一看很吃惊 这个教练听说我是中国来的 特别兴奋 他呢有一把那个功拿牛角啊 牛筋啊什么这些东西做的 而这功呢不是太大 比刚才那张功啊要小 但是这功拿来一看 我想明白了 甲骨文里面 我们经常讲这个文武之道 叫一张一持 脏而不持 文武不能 而且你功老是那么绷得紧紧的 这个不行 是吧 持而不脏 松掉了文武不为 你功一定要适度的 要有脏有齿 哎呀我这看到甲骨文里面 有一个字啊 就是那个把弦松掉了以后的那样子 以前我看不懂 我等你一看就明白 那么后来他给我表演 怎么样把这张功儿要上上去 哎呦那个要拿腿啊 拿胳膊顶住 把那个弦成的上上去 后来我回来问徐老师 徐老师讲 这个要很高的技术啊 这个如果稍微弄弯了 这个弓啊 就扭坏了 另外就是说 你如果是不小心翻过去了 拿不得了啊 徐教练说这个翻弓打死牛啊 那力量特别大 后来的教练呢 还给我表演了 就是哪种种脚弓啊 后来我回来就发现我们古代有一本书叫考工纪 考工纪里面专门 这本书里面三十个手工业的这个 这官员的名字 以及每一样东西是怎么做的 其中有一个就是功能 就做工的 这里面讲到做一把工要六样东西 第一个是干 就是这个中间的作为这个骨子的那个 那个木头 那木头要什么去季节 要去什么地方的柴 那个脚 所以要取那个比较小的 那个牛的 靠近脑门那个地方 因为这地方血脉流通啊 它那个就柔韧比较好 你如果那个取那个老牛的脚 那个墨梢上的 那没有弹性 很讲究 然后这个很有技术的人 他能够把这六样东西把它揉成一起 最后拉出来这张工啊 那么是圆的 没有一个地方你感到那个力是不对头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香港的一个先生 他是英国爱丁堡大学中文系比喻 后来在香港工作 这个97回归以后 他留下来的是版权局局长 叫谢淑芳 那么他收集他爱好之一 他是收集文物 这文物有几类 有铜器有鱼器 其中一个专题就是工 他收藏的各国的工 可以办一个专题的展览 那么他非常感慨 说这个古代的工 做得最好的 是中国的工 这些甲骨文理 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 他那个把一个靶子画了一半 射中为佛 儒家思想赋予了射箭什么特别的含义 姿子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不能立 立而后有恋 今天我们能从流传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射箭礼仪中 体悟到何种智慧 他要求一种道德的一种联想 射不住 反过来想想 然后再去射 要达到身心跟自己的行为高度 刚才我们大屏幕上显现的就是彭林老师说的这个甲骨文 这个最边上是小转 第一个是弓 第二个是尸 第三个是射 最下面是个猴 中间的这个呢 一共有四排 第一排这边一个弓呢 是把弦上上去了 旁边这个呢 是把弦松掉了 它是要把两头这么弯 中间斑 然后这个弦才上去了 所以为什么你看中间是个弯的 第二排呢是尸 第三个就是把这个剑搭在弦上 然后一个手去拉它 第四个就是猴 看到没有 一只剑 它那个把一个靶子画了一半 射中为猴 诸猴的猴 这个是在我们甲骨文青铜器里面都有 刚才你也讲到 这儒家思想赋予射建议特别的含义 孔子赋予了射以什么样的人文内涵 在射的过程当中 你的一种理念要把它内化 要去体悟 什么叫正直 正 是你的智要正 心要正 那么光是心正不行 你歪歪扭扭地站着 也设不中的 所以还要体质 智正体质 那么这是一个做人 我们经常讲要做一个政治的人 通过射箭 你得要体会 你的心摆正了没有 你在看那个靶子的时候 我刚才讲的目标要专注 大学里面讲知指 你这个医生 你要走到哪条地 哪个目标才能指 知指而后有定 你的心就沉稳了 你不会说有那么多诱惑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有德 这是一整套的一种修养生性的一套东西 这个在射里面 你完全可以去体会 另外就是说 他强调 这个目标 你不要看 那是一个靶子 那是一张熊皮 那是一个老虎皮 不是这样 他里面要求你 我们以前把这个目标叫红 一个狗 一个鸟 如果你是一个国君 你在射箭的时候 你看到那靶子 你要想到 这是一个做国君的一个标准 那么我像不像一个做国君的呢 如果你是一个为人父的 你看到那靶子的时候 你脑子里不是像我们今天讲 我去赢 要输 要什么烂七八糟的 他要求你一种道德的一种联想 我像不像一个为人父的样子 射不重 反过来想想 要把自己的行为也要想想 然后再去射 要达到身心跟自己的行为高度的一致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团体赛 因为中国人它是讲群体 它不像西方 它是讲个人 那西方这个体育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 就强调个人 我赢了 我就是英雄 我应该要得到奖励 所以他们是崇拜中酒神嘛 所以赢了就要喝酒 如果不喝拿香槟都要来弄 所以西方人的讲杯都是酒杯 你们注意了没有 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都是酒杯 他赢了要喝酒 中国没有 中国赢了两队能下来了 赢了的一队 手上把班纸刚才比完了拿掉了 现在再套上去 这地方有个户壁 射的时候这个袖子要拿下来 因为以前宽袍大袖 一射他就会把这个衣服扯过去 所以这袖子要拿下来 拿下来以后 这个地方还要套一个户壁 保护这个皮肤 那剩的地方要把这个弦重新弄上去 拿着一个张着弦的弓 带着班纸 带着户壁 把袖子脱下来 然后在前面走过去 我们是能射的 输了的要把班纸拿下来 对不起 要把袖子穿好 把户壁拿掉 把弓弦松掉 你们失败了 失败了怎么办 喝罚酒 这跟西方相反 咱们输了的人喝酒 对 因为你没达标 因为你没达标 所以要罚你 达标了是应该的 你做一个人 你合格了 这是应该的 做一个人 像有个人样了 怎么还要清作 这个没有道理 东西方文化的 差异 它是一种差异 当然各有各的说法 各有各的文化体系 我们这里就说 它不一样 今天来到现场 我看到了一个外国面孔 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我是法国人 为什么来到中国呢 工件 工件 对 你是学习工件还是制作工件 我在法国 我是比赛用复合工 这样我们请您拿着这个 反曲工 你问到台上来的 什么 这个反曲工和复合工的练习方法是不一样的吗 非常不一样 复合工需要力量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不需要力量 是因为有两个缘 因为构造不同 对对非常不一样 那么反曲工呢 反曲工我非常喜欢反曲工 因为你们出比赛的时候 比赛的时候我做比赛 比赛是一二三秒 有没有人心 描准去描 是反曲工是感觉 好了谢谢你 今天我们了解了工件的文化 其实我想传承它也非常的容易 我们也希望看过这期节目之后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能够有机会的话 走到户外去 拿着工件 我们练习练习 锻炼锻炼身体 在锻炼体魄的同时 也修一下心性 可能这也是对中华文化 传承的一个部分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文明之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